阿曼 他可以成长 成长的第一个定义 就是渐渐长大 主义书的成长就是渐渐长大 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 路加福音第二章 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看四十节 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节 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十节 孩子渐渐长大 强健起来充满智慧 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这里在描写主耶稣的成长 除了在降落地的成长 除了降到肉体的成长之外 也在降属灵的成长 也在降属灵的成长 我们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 基督怎么成长 那我们就怎么成长 我们就应该怎么成长 既然成长是渐渐的 既然成长是渐渐的 就不可以急促 因为它有一定的过程 也有一定的时间 都是有一定的时间 都要脚踏实地 都要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地去做 这样才能够真正 達到成长的目标 他对门徒的态度 就是慢慢地引导他们 就是很温柔地引导他们 就是很温柔地引导他们 可以了解作很有耐性地 来引导他们 所以牧者很重要 所以牧者很重要 需要有耐性 有耐性 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牧者 因为你才能够带给这些羊真正的帮助 我们要晓得怎样去帮助对方 而不是用一种要求的态度 而不是用一个要求的态度 因为你要帮他成长 他才能够达到我们想望的目标 他才能够达到我们所向往的目标 而不是你定了这个目标 你一定要这样子 不是说你定了这个目标 一定要他这样做 这样子的态度就不是一个帮助的态度 这样的态度就不是帮助他了 所以我们要帮助别人成长 我们要帮助其他人成长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我们需要有这一份态度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哥林多后书看第一章二十四节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四节 第一章二十四节 第一章二十四节 我们并不是核管你们的信心 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 因为你们凭信才赞立得住 这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样讲 我们并不是核管你们的信心 我们并不是核管你们的信心 核管就是一种要求的态度 核管就是一个要求的态度 你现在会怎样不可 就是你非要不可 虽然你做不到你也要做 就算你做不到你也要做 这种叫做核管 所以我们并不是核管你们的信心 我们并不是核管你们的信心 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 那是帮助你们的快乐 帮助就是你能够帮他成长 帮助就是可以帮他成长 成长他就会觉得快乐 那么他成长就会觉得快乐 说因为你们凭信心才赞立得住 那保罗讲这句话的目的 因为哥林多教会误会他 以为保罗讲话不算话 本来说要去哥林多教会 但结果没有去 结果他没有去到 所以他们就误会保罗讲话不算话 他就误会保罗讲话不算数 在预章的十五节这里有记载 第一章第十五节有记载 说我早就有意到你们那里去 我早就有意要去到你们那里去 叫你们再得益处 叫你们再得益处 也都要从你们那里经过 然后去马其顿 然后去马其顿 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 再由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 叫你们给我送行到犹太去 叫你们送行到犹太去 这个哥林多后书应该是在 以弗所教会所写的 因为哥林多后书应该是 以弗所教会所写的 计划以弗所工作完了之后 就到哥林多去 他计划在以弗所工作完之后 就去到哥林多 然后去到马其顿 再到上面的马其顿 再回到哥林多 再由马其顿回到哥林多 然后让哥林多教会为他送行 然后要哥林多教会为他送行 到犹太去 去到犹太去 十七节说 我有这个意思起事反复不定的吗 十七节说到 我有这个意思起是反复不定的吗 我所起的义起事从情欲起的吗 我所起的义 是否由情欲而起的呢 叫我忽视忽悔吗 这里就是在讲哥林多教会对他的误会 这个就是讲到哥林多教会对他的误会 没有错 保罗本来有这个打算 保罗本来有这种打算 但后来又改变形成 但是他后来改变行政 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一章的二十三节 保罗这里有讲 在第一章二十三节保罗有讲 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 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 我没有往哥林多去 是为要宽容你们 我没有去到哥林多是为要宽容你们 宽容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的时间 宽容是要给他们多一点时间 这样子能够来小得来悔改 这样就可以效得悔改 因为哥林多教会问题很大 因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很大 保罗去了之后碰了一壁子灰 就是碰到很大的困难 遇到很大的困难 有不少的人对他态度很不好 很多人对他的态度不好 那保罗回来之后 他后来就没有按照预定的 就马上去哥林多教会 后来保罗就没有按照预定的 就去哥林多教会 然后再去马其顿 然后去马其顿 反而从马其顿去 然后才到哥林多去 那哥林多因为之前听说他要先来这里 结果没有 就误会他讲话不算话 那哥林多教会 他就误会了 以为他要先到哥林多再去马其顿 他以为保罗军事国民主书 其实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实在是太大 其实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实在是太大 现在马上去不能解决问题 现在马上去都解决不了问题 反而是不好 因此为了给他们多一点时间 所以保罗就选择没有先到哥林多 所以保罗就选择不去哥林多先 目的就是为了宽容他们 这个当中保罗也写了一封很严厉的信给他们 在这个当中保罗就写了一封很严厉的信给他们 在第二章的第四节 第二章第四节 所以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 我先前身里难过痛苦 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 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 那这一封信一般认为没有放在圣经里面 这一封信一般认为没有放在圣经里面 这一封信并不是哥林多前书 而是一封比较严厉的信 是他去了之后看到他们那么大的问题 而且做到非常不好的对待 而且受到非常不好的对待 他回来所写的一封信 那他是流泪写了这封信 他是流泪写了这封信 后来不少人因为这封信能够悔改 后来不少人因为这封信而悔改 能够回头 提多带回来这个消息 提多带回来这个消息 他才放心 他才放心 才感谢神 虽然他是出于爱心所写 虽然他是出于爱心所写 就不晓得哥林多教会吃得下吃不下 不知道哥林多教会的人能否顶得信 因此他也有所担忧 后来看到他们悔改 后来见到他们悔改 他的心才放下来才感谢神 他的心先放下来就去感谢神 那这个就是保罗给他们多一点时间 这个就是保罗给他们多一点时间 等到时机成熟再去 等到时机成熟之后再去 再去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再去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那个时候来处理就比较好处理 那时候再来处理就比较好些 就是该处理的那些人就要处理 就是应该要处理的那些人要去处理 而其他受影响的想办法挽回来 而且其他受影响的就想办法将它挽回 那这个需要时间 这个需要时间 所以保罗就是因为这样 才没有马上去哥林多教会 保罗就是因为这样 就没有马上去哥林多教会 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是狭管你们的信心 所以保罗说我并不是要合管你们的信心 是要帮助你们的快乐 是要帮助你们的快乐 那这种就是一种牧养的态度 这个就是一种牧养的态度 不是一种要求的态度 它不是一个要求的态度 而是一种帮助的态度 是一种帮助的态度 它现在做不到 它现在是做不到 什么样帮助他达到我们所向往 但如何去帮助他 来达到我们所向往 让他的信心 能够赞得住 让他的信心 可以赞得住 这个就是 保罗 这个当中所做的一切事 这个就是保罗 这个当中所做的事 目的就是 目的就是要达到这种目标 这个就是牧养的工作 这个就是牧养的工作 所以牧养工作 是要有那一份的爱心 所以牧养工作 是需要有一份爱心 也要有那一份的耐性 都需要有一份的耐性 不能急 先你一急 有时候问题就很难处理 你一急的话 问题就很难处理 处理了之后 结果就非常不好 处理之后 结果可能并不是那么好 有时候就是要忍耐 要有一个适当的机会 有一个适当的时机 这样子才能够有所帮助 这样才会有所帮助 那这个就是一种爱心的考量 这个就是一个爱心上面的考量 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五章 再看彼得前书第五章 彼得前书五章 我们看第三节 彼得前书五章第三节 五章第三节 五章第三节 彼得前书五章 彼得前书五章 彼得前书五章三章 彼得前书五章三章三章 彼得前书五章三章四章 彼得前书五章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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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 他要在前面走 让自然就会跟着走 所以牧者很重要 就是要留下好的榜样 所以牧者很重要 就是留下好的榜样 只要你有好的榜样 让自然就会跟着你 所以做牧者的榜样很重要 所以做牧者的榜样是很重要 这样子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牧者 这样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牧者 就是你要走在前面 就是你要走在前面 你不是在后面喊在后面叫 你不是要在后面喊后面这样叫 因为羊不知道要去东还是去西 所以你要走在前面 就是要留下榜样 就是要留下榜样 有这样的小故事 也是有很好的教训性 就是有很好的教训性 就是螃蟹的妈妈在责备螃蟹孩子 就是一只蟹的妈妈在那里 在那里责备一只蟹 你走路怎么都走红的 你走路为什么打横来走呢 怎么可以横行霸道 为什么可以横行霸道呢 因为走路要走直的 你走路要直地走 走直路 要走直路 不能这样横行 他说妈妈直的应该怎么走呢 你走 走给我看看 妈妈说来 我走给你看 妈妈说我来示范给你看 结果妈妈一走还是横的 结果妈妈都是打横来走的 就是你走的是横的 难怪你的孩子也是横的 就是你是横行霸道 所以你的儿子也是横行霸道 那这个主要就是要教导我们 主要是要教导我们 我们留下什么榜样 我们留下什么榜样 对方就会怎么做 你怎么做他就会怎么学 你怎么做他就怎么学 他学的是你的行为 不是听你的话 他学的是你的行为 并不是听你的话 行为大过言语 你想要教导他 你想要教导他 你的态度能够不好 他学的就是你那个不好的态度 他学的是你那种不好的态度 而不会因为你的话而改变 不会因为你讲的话而改变 反而把你不好的态度学来 反而学了你那种不好的态度 台总又出了一本教员进修的书 台总就出了一本教员进修的书 那个名字我一下子忘了 我一时间想不起个名 好像是教员工作什么什么 我忘了 那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 那本书里面有一句这样的书 对老师也是对做父母的勉励 对做老师和做父母的勉励 说你用什么态度对待你的孩子 你有什么态度对待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以后就是怎么样 你的孩子以后就会怎么样 如果你的态度是包容的 如果你的态度是包容的 你的孩子以后就会知道怎么样包容 你的孩子就知道怎么样包容 如果你的态度是很挑剔的 如果你的态度是很挑剔的 那你的孩子以后就会跟你一样 那你的孩子以后就会跟你一样 一样很挑剔的 一样很挑剔的 如果你的态度有一种灵敏的态度 如果你有一种灵敏的态度 他以后会笑得这样去灵敏给人 如果你的态度是比较一种责难的 就是很要求很责难的 责备的这种态度 如果你平时是很要求人 很集备人的态度 以后他也是这样的态度 以后他就是这样的态度 也就是说你用什么态度来教导 他就会学你那个态度 而这个态度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态度才是最重要的 你有没有这种包容的态度 有没有这种灵敏的态度 有没有这种灵敏的态度 这个就是当老师需要的一个条件 这个就是做老师应该有的条件 因为你如果能够这样做 学生自然就会受你影响 学生自然会受你的影响 你走在前面他就跟你走 你走在前面他就会跟着你走 自然影响他一生一世 自然就会影响他一生一世 因为这种影响就是生命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生命的影响 是一生一世的影响 是一生一世的影响 因此当一个教员 或是做一个父母亲 这个责任很重大 因此做一个教员 和做父母的 那个责任是很重大 他们的将来我们有责任 他们的将来我们是有责任的 所以不能只是责备孩子 怎样学生怎样 所以不可以只是责备 你的儿子怎样 你的学生应该怎样 更要想想老师怎样 更加应该想想 做老师应该怎样 自己怎样 要自己怎样 这个才是重要 这个师兄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就是学你 因为他就是学你的 你留下什么榜样 他就跟着这样 所以说留下的榜样 非常重要 所以留下的榜样 是非常重要 因此我们做老师的 或是做父母的 我们要多反省自己 多要求自己 盼望能够给儿女 留下更好的榜样 带给她们更多的帮助 带给她们更多的帮助 我有时候在回想自己的母亲 我有时候思想自己母亲 因为我跟母亲比较接近 因为我跟妈妈比较接近 因为爸爸比较严肃 比较不那么敢接近 不是那么敢接近 那反而跟妈妈比较接近 跟妈妈比较亲近一些 我就觉得妈妈影响很大 我觉得妈妈对我影响很大 她的个性就是比较柔和 她的个性比较温柔 比较有耐性 那这样的无形中 你这样一直跟她生活 无形中你就受她影响 那么你跟她生活 你无形当中就会受她影响 所以这对你的一生影响就很大 对你一生的影响就会很大 因为这种你用钱买不到的 因为这种你用钱是买不到的 你也不是说想要就可以得到的 你不是说你想要就可以得到 就是在这个生活里面 你周围的人能够给你 就是在生活当中 你周围的人可以给你 影响最大就是父母 影响最大就是父母 在教会来讲就是我们做老师的 在教会来讲就是做老师的 这个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地大 因此我们要有这种帮助的态度 因此我们要有这种帮助人的态度 而不是狭制的态度 而不是要核制 最重要要留下好的榜样 最重要要留下好的榜样 这样很自然 他就晓得怎么样跟随你 这样他就很自然会 懂得去跟随你 就像主耶稣对人徒的态度 就像主耶稣对人徒的态度一样 虽然一时他们做不到 虽然一时他们做不到 那个时候没办法完全地体会 但后来他们会思想 圣灵帮助他们想起主的话 就想起主的话 主所做一切事 自然他们就晓得要怎么样做 所以留下榜样 这个是很重要 留下榜样是很重要 那这个当中 就是你要有那一份的耐性 当中你需要有一份好的耐性 那一份的爱心 那份的爱心 要晓得怎么去包容 要晓得怎么去联名 晓得怎么去联名 这样子就会自自然来 就可以帮助对方 这样就可以很自然地帮助到对方 让他的信仰能够一直地成长 让他的信仰可以一直成长 那这个是我们上次所讲的 需要有耐性 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所讲的 需要有耐性 那第三个就是 到什么地步 要按照什么地步行 第三就是 要去到什么地步 就要按照那个地步以下 来看福利比书的第三章 第三章第十六节 第三章第十六节 只有一件事就是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 要得神在上面照我来的奖赏 这个就是保罗的一个态度 这个就是保罗的一个态度 那十五节说 你们中间完全人都要存这样的心 甚至说你们中间完全人 都要存着这样的心 完全人就是长大成熟的人 完全人就是长大成熟的人 都要像保罗有这样的态度 都要像保罗有这样的态度 我们有时候不能一下子达到这个态度 我们有时候并不是一下子达到这种态度 因为个人追求的时间不同 每个人所追求的时间不同 有些人可能已经追求很久 真的能够很老练像保罗一样 有些人可能已经追求了很久 就很老练就好像保罗一样 信仰已经成长到一个地步 信仰已经成长到这个地步 真的这个整个心就是向着将来的荣耀 他的心就是向着将来的荣耀 望标杆直奔 望着标杆直奔 所以就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就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虽然背后他很辛苦做了很多 虽然他在背后很辛苦做了很多事情 没有很好的表现 就没有很好的表现 但是为了要努力面前的 他必须要忘记背后 他必须要忘记背后 这样才有办法努力面前 这样才可以有办法努力面前 因为一旦背后不能忘记 就会自满自主 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忘记背后 你就会自满自足 以为已经够了 以为自己已经够了 其实标杆还在前面 其实标杆在前面 还没达到 你还没达到 只要最后一步才算达到 要去到最后一步才达到 其实主耶稣也是 走到最后一步十字架的路才达到完全 所以标杆还没达到 那这个就是一个目标 这个就是一个目标 信仰要有目标 信仰要有目标 也就是要有他的理想 要有他的理想 这个目标是神定的目标 这个目标是必要的 虽然今天我们还没达到 虽然我们今天还没达到 不能因为现在做不到 而放弃那个目标 不能因为现在还没做得到 就放弃这个目标 目标要有 目标要有 这样我们才知道要努力什么 那么我们才知道 应该努力些什么 这样才能够往标杆直爬 那么才可以往标杆直爬 所以需要有这个目标 有这个理想 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目标 和理想 那有时候有些道理 我们听了觉得 好像很难 有些道理听不知又觉得很难 好像很难就是 我们现在还达不到 好像很难就是 现在我们还没做到 那不能因为我现在达不到 我就不接受这个道理 不可以因为现在做不到 就不接受这个道理 这样的态度也不对 这样的态度就不对 我们承认我们现在达不到 我们承认自己还没达到 但我们也要肯定 这个道理是真的 但我们要肯定这个道理是真的 将来一定可以达到 所以我们就不失去这个目标 所以我们就不要失去这个目标 要懂得去努力 这个就是保罗的一个态度 就是保罗的一个态度 一方面不自满自足 一方面不自满自足 因为自满自足你就会停顿 一方面也不失去这个理想 一方面就不失去这个理想 这样子才知道要往哪里来努力 这样才知道要去到哪里努力 那说完全人就要有这样的心 完全人就需要有这样的心 就是说我们信仰 就是我们信仰渐渐长大 到一个程度 自然就会有这种态度 就是我们信仰渐渐长大 就自然会有这种态度 会往这个标杆 往将来的奖赏 一直来努力 就会往标杆 和将来的奖赏去努力 看重的是未来 看重是未来而迷今生 我们信仰比较软弱 当然看重的 当然是今生 我们会觉得今生很有价值 这一切物质很宝贵 觉得这些物质很宝贵 信心不够的时候 态度自然就是这样 当信心慢慢成长到一个地步 很自然就会看清世上的一切 很自然就会看清世上的一切 知道这一切很短暂 知道一切是很短暂 最后也是什么都没有 能够看得很清楚 可以看得很清楚 未来那个才是真实的 那个才是宝贵的 这个信心到一个程度 自然就是这样 信心到一个程度 就会自然运作 所以你就会往标杆直奔 你就会望着标杆直套 就是将来的奖赏 那个荣耀 就是将来的奖赏和荣耀 就是看重那个 就是会看重那样东西 那这个就是保罗的态度 就是保罗的态度 那因为他的信心 已经达到这种完全的地步 因为他的信心 已经达到完全的地步 他已经长大成人了 他已经长大成人了 所以他能够有这样的态度 所以他有这样的态度 所以我们的信仰要有理想 但是也要着重这个实际 我们信仰要有理想 但也要着重这个实际 你到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行 你去到什么地步 就要照着什么地步以恨 我们才是刚出生的婴孩 如果我们只是刚出生的婴孩 我们当然不可能像大人那样 我们不可能像大人那样 但不因为这样 我就自暴自弃了 但不因为这样 而自暴自弃 还是一样 在我这个地步 我就要照这个地步来努力 就是我在这个地步 就按照这个地步而努力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有的态度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有的态度 所以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 所以不需要跟别人比较 因为你信主的时间也不同 因为你信主的时间也不同 很多的背景也不同 很多背景也不同 所以不需要去互相比较 不需要互相比较 就看我们今天走到什么地步 就按这个地步来努力 我们今天去到什么地步 就按照现状而努力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好高无远 不要好高无远 想说人家怎样我也要怎样 不要想其他人怎样 我也要怎样做 理想要有 理想要有 但也不能忽略我们的实际 但不要忽略自己的实际情况 因为圣经讲 这个愚昧的人眼睛看到地极 圣经讲到愚昧的人眼睛是看到地 意思就是说不顾眼前 眼前该做的他没有去看中 意思就是说他没有顾到眼前 应该要做的 好像很有理想 但不顾实际 这样也是不可能 好像很有理想 但是他不顾实际 这个都是不可能的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 那个打水车 我们小时候有那个打水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个水车 打水车就是要一半在水里面 一半在空 在水外面 就是要一半在水里面 一半在半空 这样你才在水里面 才打得到水上来 这样的话你才可以 打得到水 打得到水上来 但是如果全部在水里面 你踩不动 因为太重了 如果水桶整个在水里面 你就踩不住了 因为实际太重了 那如果没有在水里面 很好打 但什么也没有用 但如果水桶不在水里面 你就很容易拿到 但什么都没有 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要有理想 但是也要有实际 这个就是跟我们说 要有理想 和要有实际 你不能光实际 而顾没有理想 这样你做不通的 不可以 只是顾着实际 但是没有理想 都是行不通的 那你也不能 只有理想 而不顾实际 这样也做不通的 你都不可以 只得理想 而不顾实际 两方面都需要有 两方面都需要有 这样才能够 这个路才能够走得好 这样这一条路 才可以走得好 而且走得有果效 而且走得有果效 那这个 保罗的这段话 也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保罗这句话 就跟我们讲了这个道理 所以你走到什么地步 就按照那个地步 继续往前走就是了 如果我们走到什么地步 就按照那个现状 继续往前走就行了 不必去看别人 不需要去看其他人 你不能看后面的人 我以为自己很好 你不能看后面的人 因为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为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你也不能因为看前面 哦 离得那么远 我哪儿怎么走 干脆不要走 你不要看前面 已经来得你很远 就说我自己不走 我哪儿有办法 达到那个目标 觉得自己没有办法 达到那个目标 而自暴自弃 这样也不好 这样也不好 所以这个心 心态要平静 上这个心态要平静 圣经讲得力 在乎平静安危 圣经讲到得力 在乎平静安危 这个心要常常抱着一个平静 安稳的心 这个心要事上保持平静安稳 能够到什么地步都无所谓 都很好 这样的感觉 就是去到什么地步都觉得很好 就在这个地步上来努力 就在那个地步而努力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心静的平静 也是很重要 所以心的平静都是很重要 这样你才有力量 走这一条路 那你才有力量去走这一条路 那这个就是到什么地步 就照什么地步来行 就去到什么地步 就按照那个地步而行 最后一个就是要知道牛群羊群的情形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牛群和羊群的情形 这样你才知道怎么样来料理他们 这样你才知道怎么样去照顾他们 来看真言的27章 看真言第27章 真言27章 真言第27章 我们看23节 第23节 27章23节 27章第23节 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境况 留心料理你的牛群 这里讲要详细知道羊群的境况 你讲到要详细知道羊群的境况 然后你就可以留心来料理你的牛群 你就可以留心料理你的牛群 所以你要晓得怎么样去留心 去好好地料理这些羊群牛群 所以你要知道 怎么样去留心去照顾你的牛群和羊群 你就要先去了解他们的情况 你要知道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这样你才能够 才能够去知道怎么样来对待他们 你才知道怎么样去对待他们 那了解当然要透过彼此的交往 了解要透过彼此的交往 有多一点时间讲话 有多一点时间讲话 交通 去交流 这样才有办法去了解对方的情形 那一般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宗教教育班级都不大 一般在教会里面的宗教教育班级都不大 学生并不是很多 学生并不是很多 只要我们肯花点精神 如果我们肯用多一点时间 一般都可以了解 一般都可以了解到 那你除了观察之外 你除了观察之外 就是要跟他交谈 了解对方你就更知道怎么样来对待他 了解对方就可以更加知道 应该怎么样去对待他 因为他这个人 有他的一个生活的背景 因为这个人有他的生活背景 为什么有今天的他 为什么会有今天的他 跟他背景他的家庭有关系 跟他的家庭背景是有关系的 他的成长过程也有关系 他成长过程是有关系的 所以有时候了解 也不只是了解他 还要了解到家庭的原因 有时候不单止要了解他 还要了解他的家庭 这样才能够更加了解 这样才能够更加了解 就更知道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他 更加知道应该有什么态度对待他 那这个在牧羊上也是非常重要 这个在牧羊上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来看《创世纪》的33章 《创世纪》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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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13节 《创世纪》第33章 《创世纪》第33章 直走到西里我住那里 这里就是雅各所讲的话 雅各所讲的话 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好的牧羊人 可以见到他是一个很好的牧羊人 他会考虑到这个羊群的情形 这里讲说孩子年幼娇人 牛羊刚好在鱼羊的时候 牛羊都刚好在鱼羊 这个时候如果你吹赶一天 都会死掉 尤其这种越小的羊 你在牧羊要越小心 尤其这个越小的羊 在牧羊的时候要小心 不能吹赶 有时候他真的没办法 你就只能抱起来走 有时候他真的没办法 你都要抱他牺牲下 就是需要有这样的爱 这样的态度 你如果只是要求 你要快一点 要怎么样 如果你是一直要求 要他快一点 亚哥讲吹赶一天 全部都会死掉 亚哥说吹赶一天 全部都会死掉 因为这么小 经不起这样吹赶 他们这么小 击不起这样的吹赶 那这个就是很了解 这个就是很了解 他了解这个羊的情形 他很了解羊的情形 他的特性 他的特性 也知道要怎么样去对待他们 都知道如何去对待他们 所以说要量着他们的力量 所以要量着他们的力量 慢慢地来走 就慢慢地走 不能快 不能快 这样子才不会影响到他们 这样就不会影响到他们 才有真正的帮助 才有真正的帮助 这个就是亚哥的态度 这就是亚哥的态度 神带以色列百姓 神带以色列百姓 本来要进迦南很快的 很久要去迦南地 菲利斯路 一下子就进去了 由菲利斯地一下子就进入 为什么不走这一条 为什么不走这一条呢 因为神知道 这个时候的以色列百姓 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神知道 这个时候的以色列百姓 是没有这种能力 他们没办法打赢对方 他们没办法打赢对方 他们一遇到征战 他们就会退后了 如果他们一遇到征战 就会后退 这样神的计划就不能成功 这样神的计划就不会成功 所以这种事不能急 所以这种事不能急 神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成功 神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成功 有时候要成功 你要走更远的路才能成功 有时候要成功 你要走更远的路 你想快反而达不到 你想快反而达不到 所以神就这样 在旷野这样绕绕绕 这样来训练 慢慢训练 所以神就在旷野那里 慢慢训练他们 最后他们就有这个信心 最后他们就有这种信心 刚开始他们信心不够 是不是开始信心不够 所以过红海的时候 所以过红海的时候 是摩西的象升下去 红海分开 是摩西的象升下去 红海就分开 而且这百姓才走干地 过海 但是过约旦河就不一样 但过约旦河就不同了 神知道这个时候他们有信心 就知道他们这个时候有信心 不是在叫这个杖身下去 不是这样 不需要再有杖身下去 而是吩咐台越贵的祭司 脚要踏进这个月淡河里面 脚要踏入这个月淡河 那个时候河水非常地急 你就是要踏进去 水自然就会在上头 就会断绝 你就要踏进去 那这个水就会在上头那里停住 那你如果没有信心 你踏不进去了 如果你是没有信心 绝对不会踏进去 那这个时候他们有信心 这个时候他们有信心 所以神就是按照他们信心的程度 来要求他们 所以神按照他们信心的程度 去要求他们 这个就是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态度 主耶稣对待门徒的态度也是这样 耶稣对待门徒的态度都是一样 他对彼得这样讲 我要走的这条路 你现在没办法跟随 我要走的这条路 你现在没办法跟随 但以后就可以 但以后他就行了 他知道这个时候的门徒 没有这个力量 他知道现在的门徒 没有这种力量 彼得虽然不承认 彼得虽然是不承认 但后来果然三次不认耶稣 但主耶稣复活之后 查问了彼得的爱心之后 他问了彼得的爱心之后 就对彼得这样讲 说你到年老的时候 人家要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人家会带你去你不愿意的地方 指着彼得要怎样死来荣耀主 他讲了这句话之后 就对彼得讲来跟我来 诸位书就开始走 彼得就跟着 诸位书就开始走 彼得就跟着 约翰看到这个情形 他也赶快跟着走 约翰看到这个情形 他就赶快跟着走 这个就是看他的情形 要了解他的能力 要了解他的能力 能够到什么程度 诸位书很清楚 你现在做不到 但以后可以 也不因为他现在做不到 对他就会信 不是的 不是因为他现在做不到 就会对他灰心 他知道他们的潜力 他们将来会有信心 将来他们会有信心 做得到的 这个就是主耶稣对门徒的态度 对他的了解 就是主耶稣对门徒的态度 和了解 保罗也是一样 哥林多教会很熟络 有人说我是属保罗 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 这样子分成一党一党的 这样子分成几党 就将教会四分五裂 这个就是跟世人一样 这个就是哥林多教会的软弱 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软弱 那这个福利比教会就很熟练 那菲利比教会就很熟练 保罗写信给他们也称赞他们 保罗写信都称赞他们 知道他们信仰的完全 切切地享用这个教会 就很挂着这间教会 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对于我来讲这个不困难 对于我们来讲这个不困难 对于你们来讲也是合适的 对于你们来讲都是合适的 因为保罗知道他们有这个能力 这种道理他们做得到 这种道理他们可以做得到 哥林多教会你叫他 他当然做不到 如果你要求哥林多教会 他们就做不到 因为他的信仰还不到这个程度 因为他们的信仰还没有这个能力 还没有这个能力 但菲利比教会可以 但菲利比教会可以 保罗很清楚 保罗很清楚 所以他会跟他们讲 他自己灵修的态度 所以保罗会跟他们讲 自己灵修的态度 在菲利比书都讲得一清二楚 这些菲利比教会听得懂 这些菲利比教会听得懂 你讲给哥林多教会 他可能听不懂 你讲给哥林多教会 他们未必听得懂 他可能没办法体会得懂 他可能没办法去体会 但菲利比教会没有问题 但菲利比教会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这个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跟保罗是一样的 他们一样非常熟灵 他们一样非常熟灵 所以保罗讲的他们听得懂 所以保罗讲的 他们听得明白 因此他讲的时候 都是顾着对方的程度 看他能够接受 能够听得懂 他可以接受的 可以听得明白 按照这个来要求 这样就会更有果效 更有造就性 那这个就是 要能够去了解对方的情形 就是要了解对方的情形 这样我们就可以 怎么样知道 怎么样来对待 这样我们就会知道 应该怎么去对待 可以留心地来料理 可以留心地照顾 就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果效 可以得到更好的果效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 这个渐渐长大的第一个大点 这个就是渐渐长大的第一大点 就是不要急促 不要急促 因为成长是需要有过程 也有一定的时间 和有一定的时间 所以要有耐性 所以要有耐性 到什么地步 要照什么地步行 去到什么地步 就要按照什么地步 那也要详细知道 才能够留心料理 其实就是要详细知道 然后留心照顾 那我们晚上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唱诗162首 再来唱诗162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